外星人,在传统认知里,应该被称为高级外星人名,在大多数眼里还是以人的形式存在,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人类,高级外星人名自然也应该是人类。 很多时候,其的外星人,在绝大多数人们眼里,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外星人科技都非常发达,远超人类的科技水平,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默认故事呢? 主要有以下几点点原因,第一,人们对未来科技的期盼,或者说是对现存科技落后的不满,而形形特色的科幻电影里面的高科技,更是加重了人们的这种期盼。 诚然,人类科技在过去的几百年,特别是最近一百年时间,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,速度就快甚至超过了H以前人类发展的总和。 按说,我们更应该惊叹人类的这种发展。 但是,有一种经常出现的问题是,我们科技发展的越快,对未来科技的期望值就越高,如果达不到我们的期望值,适望就在锁三年。 在不少人眼里,最近几十年,人类科技并没有什么值得变化,目前人类的外态通炭凑气动力仍旧来自于传统的化学燃料。 本质上,这与几千年前,古人类使用的火力并没有太大区别。 第二个原因就是,很多人期盼科技高度发达的外星人能来到地球,为人类科技带来突飞猛进的发展。 这种方式或许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,如果外星人的科技水平还不去人类目前的科技,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失望。 还有一点,随着人类科技发展,我们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惑,越来越多的谜团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。 暗物质,暗能量,尿着世界匪夷所思的现象,唯一的黑洞等等,用我们传统的物理定律,似乎不能解释它们的存在。 更高一级的物理定律和大自然法则,看起来的一定会存在,而很多人自然而然,会想到外星人,可能就掌控着高级物理定律。 最后一点,我们人类在浩瀚的宇宙年前太过渺小,人类的足迹也仅仅它足道,距离我们最近的星球月球而已。 相对于浩瀚宇宙,简直不值得一起,这也较大了,我们对外星人,具有高度发达科技水平的渴望和期望,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 如果真的有外星人存在,并且它们来到的地球发现了我们,它们的科技水平,势必远远高出人类科技,这是无容置疑的。 毕竟穿越如此浩瀚距离来到地球,不是一般的宇宙文明能够做到的。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,矛盾就出现了,一方面他们期望外星人来到地球,给我们带来科技的飞跃发展, 同时也会担心科技高度发达的外星人,会给地球和人类带来毁灭性破坏,甚至会带来人类的灭绝, 甚至连宇宙之父霍金都曾经发出警告,不要联系外星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